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来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这个非常小巧的机顶的麦克风 就是森海塞尔的MKE-200 那我前段时间有讲过森海塞尔的这个MKE-400 这样的一个麦克风 就是它了 这个麦克风总的来说就是它的声音非常的自然 然后让我非常的喜欢 跟别的麦克风横平下来 就听起来非常的舒服 但是这个麦克风 它其实有两个地方让我觉得有点不太好用 一个是它是有电池的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是需要一个7号的电池的 虽然说这个MKE-400的话 如果你一直开的话 它可以用很长时间 我很多时候我忘关了这个电源以后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还是可以一直在用 但是总觉得不如那些没有电池的麦克风用起来 那么放心吧 第二个就是MKE-400 它整个体积是比较长的 那么你搭配一些比较大的微单 可能会比较的合适 但是如果搭载一些比较小的相机 比如说加弹的机器三代 或者是索尼的这个ZV-1 如果拍摄Vlog的话 这个就有点太长了 不是非常的舒服 那么三代赛尔这位后来推出的这个MKE-200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体积就比较的小 它本身体积就小了一截 所以戴起来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搭配一些比较小机器 像我之前就搭配这个索尼的ZV-1 结合起来的话就不太占空间 不管是你是放在包里或者是放在兜里 都是比较方便的 这点是这个MKE-200让我非常喜欢的点 第二个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麦克风的话 它是整体比较简单 机身上没有任何的开关按钮 因为这个MKE-200它是一个无电源的麦克风 就是你直接插上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就不需要担心说 我哪一天电池突然没变 我可能买不到备用的电池等等 同时你可以看到MKE-200 它这边外面就直接带了一个屏蔽罩 相比于MKE-400的话 它其实外面是有一个海绵罩的 但因为我刚刚在做测试 所以把它给拿下来了 这海绵罩其实有点松容易掉 但是这个MKE-200它外面带着一个笼子 它是直接固定的 这个笼子的话 它本身是有一些抗风的能力的 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些城市里面 可能只是一些小微风的情况下的话 这个笼子可以像海绵罩一样 帮你抵消一些风噪的声音 这是挺方便的 因为像做Block的话 其实经常可能会在一些环境 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去使用 当然了 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防风能力的话 这个MKE-200其实也附送了这样的一个 像俄罗斯那边经常戴的这个毛帽子一样 这个是一个套子 直接从上面 这边有个洞 直接从上面这样套下来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套子 就是比较紧 就是套起来的话 还是需要一些技巧才可以的 就是我在外面去用的时候套了半天 就是才套上去 不过它也挺紧的 所以不太容易掉 这个防风的毛液的话 就在一些风非常大的情况下 效果非常好 那我们那天在亚龙湾森林公园 最上面那个风特别大 如果不套这个毛衣的话 露出来这个声音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噪声非常的多 但是套上这个毛衣以后 这个声音就清晰很多了 好姐妹不用头 找不到青年找老头 老头妙老头好 头发和你一样少 老头虽然不洗澡 但是老头有钱保 所以这个送的防风罩 还是非常有用的 在一些情况比较恶劣的情况下 前面的话 这边是一个输出的线 就输出的线 就是接到你的相机的 这个麦克风的这个接口上 它送了两根线 我现在用的这根是接相机用的 它还送了一根 可以专门接手机和电脑用的线 其实有两根线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选择不同的线 非常的良心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接头 这个部分 其实它是有一个线锁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这个线 容易被拽掉的情况发生 这点是挺好的 因为其他的麦克风的话 都是没有这个线锁的设置的 你可以这样把它给解锁 这样就可以拧下来了 你再给它拧上去 就可以非常老的固定在这个上面 但是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因为很多人会按照一个直觉 去使用麦克风 认为这个输出的这个接口是超后的 所以很多人就会这样去装这个麦克风 实际上是不对的 这个麦克风的方向是朝前的 这个线锁的 输出的这个接口的位置是朝前的 这个麦克风呢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有些人不知道它就容易放反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怪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挺好的 因为呢 如果你的这个输出的线是朝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线的话就会挡到这个EVF 或者是如果你的头想要凑到这边的话 可能就会非常的尴尬 但是MKE-200了 它设计到前面 因为前方这边是没有什么干扰的 所以这样一个设计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反正大家使用的时候 自己注意一下这个方向 3SR这个logo呢 一定是在朝后的 然后大家可能最关心的 还是说这个音质了 因为它跟这个MKE-400相比了 还是说相比来说是没有内置电池的供电 那它的这个音质的效果怎么样呢 我也在外面各种各样的场景做了一个对比 同时呢 我也跟之前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 这个地厅的这个第四度 这样一个双头的麦克风做了一个对比 反正放一段视频大家可以听一下 好姐妹不用愁 找不到青年找老头 老头妙老头好 头发和你一样少 老头省事有低薄 但是老头有全薄 好姐妹不用愁 找不到青年找老头 老头妙老头好 头发和你一样少 老头虽然不洗澡 老头走了还能找 好姐妹不用愁 找不到青年找老头 老头妙老头好 头发和你一样少 老头虽然不洗澡 但是老头有纯保 那我个人是觉得的话 这个MK200呢 跟这个MK400的音色非常非常接近啊 因为毕竟都是这个孙海塞尔的 做调教出来的 所以听起来很自然 但是呢这个地厅的话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 会觉得相比于孙海塞尔来说 它有一点闷吧 或者是有一点被环抱 或者是被处理过的这个感觉 那你可能单独听这个地厅 会觉得它的声音 人声可能会有些好 但是如果你 录一些比较自然的声音啊 风声啊 雨声啊 水声啊 可能 三海塞尔的麦克风会比较好 因为录出的这个声音是最自然的 没有经过非常严重的处理 所以我自己也是跟这个MK400一样啊 非常喜欢三海塞尔这样的一个声音啊 大家如果喜欢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话 这个三海塞尔的麦克风 MK400或者MK200呢 都是值得你选择的 但是很可惜的 MK200它设计的这个目标呢 就是以简单使用为主 所以它不能像地厅一样这样 可以前后两个头都录制声音 并且可以有一个输入的接口 来让第二个通道使用其他的麦克风 比如说接无线麦克风等等啊 这个大家如果对这个麦克风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我这个地厅的这个节目 所以呢 MK200这个麦克风呢 现在应该是作为我平时出去录制做vlog 或者是随便拍拍使用的主要的麦克风 因为它确实不需要电源 而且体积非常小 并且音质非常的自然 我非常的喜欢啊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到淘宝去搜索相关的产品购买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